新的一年刚刚开始 全世界收到了一份和平大礼包 那就是五个合武大国 共同发表了一份 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 这份声明究竟是纸上谈兵 还是真的能够发挥维持世界和平的作用呢 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核武军备竞赛的进展又是如何 今天大世界话题呢 我们就带你快来看 我们首先先来看看 这就是在2022年 一开年马上五个核武大国 共同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 现在全世界五大核武大国 或许你可以这样说它 这是五个合法永和的国家 为什么说合法 因为大家共同在一个条约内 互相限制对方 核武是可以毁灭地球的 当然需要限制 那于是这五个国家呢 他们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他们共同合法拥有核武 那其他的一些国家都不在条约内的 他们就是非法拥有核武咯 好了 无论如何 这五大核武国包括谁呢 包括了中国 美国 英国 法国 俄国 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呢 就这么说 我们来看到每个国家有不同语言的版本 那它的内容大概有一点出入 但基本上相同 好 首先告诉大家 中国版本啊 是这样讲的 说核子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所以呢 应该要避免核武扩散 以及避免爆发核子战争 那另外呢 俄罗斯版本是这样说 核子战争啊 永远不会有赢家 所以当然不应该开始 好 这是俄罗斯版本 那再来我们看到 美国的白宫方面所发表的 共同的声明当中是这样讲 他说核子武器 各国都应该在有限制的状况 底下来做发展 不应该不断的竞争 然后互相你增加我也增加 然后呢 白宫的这份声明这样讲 他说核武只应该运用于防卫的目的 然后呢 不管是什么样语言的联合声明当中 都有一条 这一条就说 核子武器不准瞄准其他国家 所以呢 不能互相瞄准咯 自我克制 这是这样的一份这个核武的限制的一个共同声明 那这样的一份共同声明呢 一发表之后呢 我们赶紧再来看看 现在引发的一些后续效应 首先 联合国秘书长 很开心啊 联合国秘书长啊 这个他每一回呢 就是希望可以呈现一个无核的世界 就是希望这个核武器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 他说这才是最安全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认为这份声明非常欢迎 而且希望可以尽快实现 但是呢 美国的媒体看到这份声明之后的评论是认为 没有办法约束核子军备竞赛啊 看到的都是宣誓型的语言说 哦 我们会克制 我们不互相瞄准 但是并没有落实说 我们要怎么样降低核武的数量 你能多少 我能多少一个比例 几年内降低 全部没有 所以呢 美国媒体说 那就是纸上谈兵 不过就是一个呼口号而已 但是呢 有一些国际专家倒是认为说 即便是呼口号 也有他背后的意义 他的意义就在于 煮起了一道很脆弱的防线 即便很脆弱 他还是一道防线 什么防线 心理防线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五国讲好了 我们不会开启核武大战 我们不会打起来 我们不会互相瞄准对方 好了 既然大家心理上有共识 那也算是一道心理的脆弱防线了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特别看牛弹琴 牛弹琴呢 是在中国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评论家 很多人说他的背后 可能就是北京的意思了 那我们来看牛弹琴的评论怎么说 他说呢 这样的一份这个核子的声明呢 有三个重磅信号 第一告诉大家 这五国不会爆发全面战争 现在大家非常紧张说 俄罗斯乌克兰 美国会不会去帮乌克兰打俄罗斯 然后整个哇又要变世界大战 有人说台湾好紧张 会不会呢 中国要武统台湾 美国要过来 哎呀又爆发世界大战 都是和五国家的一个碰撞 好可怕 所以呢 他说这样的一份声明签了就告诉大家说 乌克兰再怎么样 美国不会去帮忙打俄罗斯 五国不会爆发全面战争 再来呢就说将会防止核子武器的扩散 同时将会在核子武器以外 会更激烈的竞争了 所以呢等于是画了一道红线在这里 就是怎么样 我们再怎么炒 我们都不能射核子飞弹 那其他你要射一般的飞弹 哎 maybe可以 好那当然不是可以啦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 可能会有更多角度 更多面向的激烈竞争 但是呢核武是大家最后防线都碰不得 那这一份声明呢 到底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意义 但你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多国研发核武不遗余力 希望能够提升国家战力 不过核武的巨大杀伤力 让外界相当害怕 旋在今年一开始 五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领导人 三号共同发表一份核协议 认为各国的首要责任 就是避免核武国之间爆发战争 以及减少战略风险 新年一时啊 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 共同发表 关于防止核战争 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重申不讲核武器 瞄准彼此或者其他任何国家 1970年生效的 禁止核子扩散条约NPT 原定1月4号举行检讨会议 但因为疫情持续扩散 所以延到今年稍晚举行 如今核武五大强国 暂时搁置彼此旗舰 发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声明 I would say it is a document of historic importance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joint statement ever by the leaders of the five nuclear weapon states on issues related to nuclear weapons 白宫公布的声明中也强调 使用核武会造成深远后果 所以只要核武持续存在 就应该只用于防卫目的 嚇阻侵略和预防战争 而二文版的声明则写道 核子战争不会有赢家 永远都不应该开启核战 声明一出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欢迎 他过去受访时也曾提到 核武对质对世界构成巨大风险 联合国秘书长相当赞赏 本次的联合声明 符合他过去的长期呼吁 也期待未来相关的举措 其中中国一直倡导 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因此特别在本次协议中 发挥了有力的领导作用 这次磋商当中 中方还推动写入 重申不将核武器瞄准彼此 或者其他任何国家 这方面的内容 应该说丰富了声明的内涵 中方为五国达成一份内容积极 有分量的联合声明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尽管本次联合声明内容不长 但分析认为这是五个核武大国 送给世界人民最好的新年礼物 为现金世界诸下一道脆弱防线 首先就是不管国际冲突如何发展 或是区域形势如何紧张 至少在国家心理层面 核武大国是不愿意打核战 再来就是他们会防止核武进一步扩散 也愿意承担起这个国际责任 不过地区冲突会不会因为 核武大国的这份反核战声明而趋缓 还是根本起不了作用 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另外我们就来看一看 目前盘点一下全世界的核武都在哪里 各国各有多少核子弹头的数量 好我们来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统计数字其实非常多种 各国自己统计的统计别人家的 但是我们就比较客观公允的来看 一个第三方机构 那就是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他们每年所公布出来的 全世界的核武统计数量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 他统计出来 俄罗斯有6255颗的核弹头 美国有5550颗的核弹头 中国有350颗的核弹头 法国290颗 英国225颗 那其他呢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 印度 以色列跟北韩 各自呢 都有核弹头 这是大致的一个轮廓在这里 那目前为止 我们讨论的很多的 当然过去冷战时期 大家就会比较 这个美俄之间的一个较量了 但现在呢 大家关注的反倒是中美之间 为什么 你说美国还比中国多了十几快二十倍 但是为什么美国如此忌惮中国呢 因为美国认为 中国这个数字完全低估 美国认为中国默默的可能已经做了一仓库了 只是没有被大家发现 甚至他认为中国急起直追很快的速度 他会追上来好多颗核弹头 他很紧张 那于是呢我们就来看看综合来判断 中国呢近来不断的被美国质疑说在扩张他的核武弹库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呢美国说哎呀我发现你在沙漠里头开始弄了很多的 这个核弹的一个这个核子可以搭载核子弹头的洲际飞弹的发射井 于是呢他说你发射井越弄越多 那当初冷战时期 你看看美国曾经有三万多颗的核弹头 所以美国说哎我已经在克制了 我已经慢慢把核弹头的数量已经降下来 那本来呢在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他就一直希望可以降低核武的数量 然后华盛顿邮报最近就出了一篇社论讲 拜登总统他的一个完美的梦想可能很难实现 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太紧张了 中美之间的一个关系 还有呢看到了这个俄罗斯对于整个在欧洲地区的威胁 都让美国好像没有办法减少核武 所以呢华盛顿邮报就讲了 这个美国本来预计要减少核武的政策恐怕会转向 而俄罗斯媒体则是这样判断的 他说中国的核弹库将会急速发展 他认为十年内就会追上美国跟俄罗斯成为核武大国 目前为止看起来 不管是美国或俄罗斯都是中国为一个核武的威胁 那到底呢未来的一个核武大国会有什么样的消长呢 带你快来看 1987年美国和苏尔为了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 避免军备竞赛无限上纲 双方正式签署中程导弹条约 美苏两国所有射程在五百到五千公里的飞弹和发射装置 全部都得被销毁 等于总共毁掉了两千六百一十一枚已部署捍卫部署的中程飞弹 中程导弹条约1988年正式生效 减少全球的核武数量 也降低了美苏两国用核武先发制人的风险 历史意义非凡 如今核武战争的主角变成了美中两国 美国五角大厦向国会提交中国军事发展的年度报告 指出中国的核武库存成长速度超乎预期 估计在2027年中国将拥有七百枚核弹头 2030年的数量更上升到一千枚 是去年估计的二点五倍 中国军力急速成长让美军盲刺再倍 如果你看到整体的试试 一几星期间 只有一种更多的描述 核武是军事大国的重要武力指标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1年1月的统计 包含退役核弹头在内 俄罗斯拥有6255枚 美国5550枚 中国350枚 法国290枚 英国225枚 美国近7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近期更呼吁美国政府削减核武数量 此许受到中国大力赞赏 拜登总统本人在大选时曾表示 他当选后将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宣布核武器的唯一目的是设置或报复核打击 美方应确实兑现这一承诺 虽然中国目前核弹头的数量远远不及美俄 但中国的核打击能力确实让美国相当担忧 纽约时报近期更揭露 解放军一口气将飞弹发射井推进到250个左右 是美苏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射井建设 让解放军拥有的数量达到现有的十倍之多 华盛顿邮报三号举出 尽管拜登上任后试图减少核武器数量 甚至打算提出美国不先使用核武的原则 但近期中国不断扩张核武军备 持续侵扰台湾 加上俄罗斯有入侵乌克兰迹象的前提下 美国要转向减少核武的可能性似乎缩小 中美双方作为互相竞争的核武大国 如何负起国际责任 维系全球的稳定和平 世界都密切关注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